我 孙晓鸥 你来了 你看看这儿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我管你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你小时候 生活过的地方 你不记得它 这点事 你是不是恨不得 全世界都知道 你也太不是好歹了吧 怎么这样说话 孙晓鸥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非要进我的商班 是不是 谁进你商班了 我是问你好行不行 我们费了好大劲 才把这儿布置成这样的 你就一点都不敢动吗 敢动 你以为做这些表面功夫 就有用吗 该来的时候不来 该做的事情不做 弄这些无聊的事情 还有完没完 孙晓鸥 我告诉你 你信不信我现在 就把你开除 你开除就开除 千万不要 这件事情跟孙总 一点关系没有 都是我一个人 我没跟你说话 陆朝阳 你还是不是男人 三十年过去了 你有什么不敢面对的 我告诉你 你就是个怂暴 我看不起你 你别以为你用 激将法就有用 我不管你今天要干什么 半个小时之内 必须拿出一个 全新的侧候方案 我在公司要见到 你站住 出去等 你们都别吵了 事情因我而起 我走 你都别吵了 你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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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让我出去 孙小浩 孙总 你就快点开开门吧 让我们出去 房叔你别收了 这是我的主意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孙小浩 你疯了吗你 开门让我出去 孙小浩 孙小浩你疯了吗你 开门让我出去 朝阳啊 你就别喊了 这件事情全都要来报 你闭嘴 我不想听你说 我知道这么多年 你日子不好过 可我也不好过呀 别再说了 好 不说了 朝阳 你进房间 看看那些照片吧 要不你看一看 我为你写的日记 看看 看看吧 我不要吵 好 我不怕你 但是作为父亲 我求你了 就看一眼 你看 你疯了 三十年 你三十年都没来找过我 我三十年都没有过父亲 你现在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让我怎么来面对你呀 我该怎么面对你 我知道 都是我的错 所以我才回来 要补偿你呀 你就给我这个补偿的机会吧 机会 你给过我机会吗 给过我机会吗 我 就因为你 我没有机会过上正常人 一家三口的生日 我在学校 被人吵架没有父亲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的档案表里 父亲那一来永远都是空白的 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呢 我母亲生病后 我独自被她去医院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呢 那个时候 你为什么不来补偿我 我都敢了 我没有脸上 但是我想告诉你 你看你的母亲 我的内心 时时刻刻在牵挂着你们母子 可是你不知道 我离开家 刚刚半年 就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我真的没脸回来面对你 更没有脸回来面对你的母亲 别提我的母亲 你没资格 没资格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母亲一定会恨你 但是我想告诉你 如果当时我知道你的母亲 并未躺在床上 我就是爬也要爬回来 我跪在你们面前 向你们母子赎罪 我也知道 现在说对劲没有意义了 我只能做的 就是用我的余生 来照顾你 来补偿一阵三十年的背头 来向你的母亲赎罪 朝阳 我求你了 就给我这次补偿的机会吧 不要 不要 朝阳 我不要 不要父亲 我没有父亲 我没有父亲 我不需要补偿 我要干了些什么呀 我是个混蛋 我就是个人渣 朝阳 对不起你 我更对不起你的母亲 对不起 好了 孩子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只要好 我 我 我心里就高兴 就暗了 好 我不说了 刘初总 开门 刘初总 为你敢动 开门 你